亲爱的朋友平安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的经文 在旧约弥加书第六章第八节 由我来念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好像我们读的时候就一直以为 只要我们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我们的上帝就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无往不利 可是亲爱的朋友们 我要问你 你真的觉得你是公义的人吗 你真的觉得你是怜悯的人吗 你真的觉得你是谦卑的人吗 当你很诚实地问你自己 我们就会发现不是 那到底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段经文其实在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的神早就与我们同行 唯有祂与我们同行 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当你认识了这位上帝 你的心中就有了上帝 所赐给你的公义 记住你没有公义 公义从上帝那里而来 你没有怜悯 怜悯从上帝那里而来 你也不可能谦卑 除非你认识我们的上帝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神渴望与你同行 你不需要用你自己的公义 用你自己的谦卑 用你自己所有的一切 来换得上帝的恩待 不需要 我们的神是一位爱你的神 祂愿意与你同行 你愿意从今天开始 就与我们的神同行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